那目前我只能透露是他目前的傷勢是相對的穩定 包含Jensen也是相對的穩定 沒辦法在第一時間給各位一個很及時的反應 也是因為志穎的這個狀況還不是很明確 那我想接下來的兩三天會是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我們先首先先謝謝大家來到這邊 那也謝謝大家關心志穎跟小孩的狀況 那今天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再替主治醫師或院方做出任何有關醫療上的說明 所以今天我們會採取用聖明稿的方式先提供給大家 那之後有任何的狀況我們會再說明 首先先感謝這次能在這麼危難的時候 將我哥哥林志穎從車上救下來的熱心民眾 我想這也對我有非常深的警惕是說 台灣就是有這麼熱心跟勇敢的一群民眾 才讓志穎能很平安的可以來到醫院 那我想大家都非常關心志穎的這個傷勢 那目前我只能透露的是他目前的傷勢是相對的穩定 包含先生也是相對的穩定 那當然除了謝謝就是把他從車上救出來的民眾之外 我想也非常謝謝長庚的醫療的團隊 那現場的一些媒體的朋友我想也久後多時 這也是沒辦法在第一時間給各位一個很歧視的反應 也是因為志穎的這個狀況還不是很明確 那我想接下來兩三天會是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但是也謝謝各位這邊非常耐心的等待 我想在接下來的時間等到志穎這邊 還有包含我們跟家人之間在做進一步的討論之後 我想我們會再公開給各位一些說明或新聞稿 那再次謝謝各位媒體的酒後 那也謝謝熱心的民眾 謝謝長庚醫療團隊 謝謝大家 謝謝所有關心他的民眾跟歌迷們 謝謝你們 謝謝